人的一生最多最多也只有三萬天 你要嘛跳下去 要嘛活下去 就是這首歌的意思 我觉得可以 狗哥你讲得很对 很对 就我还记得就是2003年吧 2004年的时候 唱片业开始急速的萧条 然后我刚好在那时候 想要东山再起就是大展拳脚 就发现怎么处处受弊 有一段时间也是非常的 对未来一片茫然 好险 其实那时候张正月 我们就跟几个兄弟 就组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 我觉得那次给我一个人生的起伏 就是你真的有几个好兄弟 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 可能跟这首歌自同道合 其实我觉得 我先用我那个新歌试试看 不行就写新的 热狗要重新创作一个东西是吧 狗哥的新歌跟这一首 他发现很合 真的啊 炫哥你听听看 早就习惯 真的是一切很可怕 是真正充满各种遗憾 各种发生 哦各种遗憾 很好啊 对其实主题是很合 很合 最顶级的唱将 跟最顶级的rapper 我跟他上 那就是杀手来啦 yes 其实如果我不唱的话 大家可以啪就这么走进去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就是在里面那边 是这种独舞的感觉 独舞的感觉 选歌在台上 既然群魔乱舞了 就是绝对是有那个感染力 煽动力 我今天算是那样吗 真的吗 原来毫无章法的手无主导 是这种感觉 还满舒服的 还满好玩的 但是我可能没有太好看 我觉得这一首歌是炫哥 最爆发力 最凶 最摇滚的一次演出 我们在歌当中 有很多结合的地方 而不只是各唱各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 会大家比较惊喜的 我觉得这一首歌是 炫哥在节目以来 最爆发力 最凶 最摇滚的一次演出 然后我再加入 说唱的演出 那么双人组 就冲着第一曲了 出现的时候 那个情感的关系 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调性 所以这次我跟韦伦老师特意在这里为大家给一个加油 好 好 吓死了 给一个 等一下 我吓死了 对不起 还有后蛮剧 小 红 嗯 还是有小红牌 哦 这个 哥哥 这 这是 真的还假的啊 真的 这次再拿到红牌 我就当场把那个红牌吃掉 休泰 卓哥 休泰 是 是有人吃掉 还是有人要吃掉 哦 你要 你要怎么吃 泡青点牛奶吧 啊 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吃啊 真的吃 真的吃 君子一言尽出四马难罪 坏人 坏人 还说不会给我们 那 就是摘了 你 超红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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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们 好 那我们就 做给你看 然后证明你 看走眼 我们从 狗哥先开始吧 嗯 哎呦大家好 这是MC哈的热狗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表演 谢谢